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九 今天跟老公来把这个炒割掉 之前就已经割掉了 这段时间都不在这边 所以炒又长起来了 准备把这个前面围起来 扬脸,踢在这里 一起弄会快一点 你爱弄好吗? 好像这个割不动 要用刀 只有一个刀吗? 一个刀可以了 你可以把这个 我割好了,你把它挖在一起 对 让它一整棵素材还好 这时候抓多少只鸡 咱们就来个大项目 50个 先抓个50只鸡 放在这里,小的那种 不要抓太大了,先从小的扬起 有经验一点 大的鸡又比较贵 你养死了 也不好 还没开始呢 就开光了 这嘴就开光了 今天上午干嘛去 天哪没看到呢 我去果园弄烤 放肥 你手套都不戴一双了 你看 专业不用戴手套的 业余才会戴手套的 怎么可能 等一下割到手 没问题 累了就换我了 这个不累了 早上我骨骼了很多了 一片果园 早上我都搞定了 这点 都不够我晒牙缝的 累了 我看一下 等一下你用刀 你这个刀不利的 都不磨的 好像是全部都是这种波浪型的 不磨它的 其实能不能不除草 不除那个鸡 应该也可以 可以啊 那除它也没有意义 不除也没事了 这个鸡还可以装在里面去 躲太阳了 这样啊 是啊 那不除会不会好一点 我一好的就得 不给它出去就得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除边边 是不是 搞一条路就可以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 搞了半天 你叫我割我就割 那不得听话吗 那你不得用一下脑的呀 我从来想起来 我们是养鸡 又是坐在这里割到干嘛 去看一下那个 哇 这里全部都长完了 留着刚好 鸡可以啄 这样吗 是啊 它会有那些小小小小虫啊 鸡还可以吃呢 明天有指数 要吗 要我去摘 不是问你 晚上煮菜用吗 要一点点也没事 晚上我做有酸菜鱼 买酸菜鱼的料 可以啊 没看到啊 看到没有你前面 这个啊 啊 那不就是吗 之前洪水把我的鸡都推走了 你看我 我下个月 要为我家那边 你家 你家不是在这里吗 哎呀 河池那边啊 河池 是你家还是你 我妈家 你妈家 我去卖猪 你去吗 去卖猪啊 啊 你们那个猪能出来了 可以了下个月就出来了 能卖个70多头吧 我去能办什么忙啊 抓猪 抓猪 抓我一把 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 去吗 下个月再说呗 嗯 反正他跟我说了 下个月就要 就要出来了 就在山上面 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我看一下 我去的话好像也不太方便 这有什么方便 有 有 这个是什么 什么 香瓜 一两个 真的 真的 野生的 以前养鸡应该丢香瓜籽在这里 以前养鸡的时候丢那个香瓜喂它们 啊 有香瓜籽 两个小香瓜 万万没想到 你走开 你走开 你不要踩我的香瓜 家里面种的 啊 家里面种的没有长香瓜 真的都长了 它踩到那个耕地了 走开 走吧走吧走吧 嗯 摘够了没有 够了 应该要搞点薄荷才行 搞指数 薄荷纹那里有 我那里之前种小一点的 那个你去不去 你去的话我叫我爸妈送一个房间给你 我不知道去不去 大概什么时候嘛 下个月月初这样子 10日左右 去玩一下嘛 我那里跟这边差不多 很多风景很好的 空气很好的 可是我 我也不 不好吧 都没有多久你就叫我去你家 去抓猪而已嘛 嗯 卖猪 对啊 去山上面赶猪下来 那应该 不是那种收猪的人去去抓的吗 他收猪他不会上山把你赶下来的 他只是在下面蹭 行吧到时候先吧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事 嗯 那个刀呢 不知道你哦 哦他在那里 我去拿个刀先啊 嗯